这是什么神仙剧情啊 龟小竟然一言不合就要陪着陆成沐浴 结果却惨遭婚段子突然袭击 下秒龟小瞬间羞红脸 果然耍流氓还是得看陆成 表面上还挺正经的 结果一到龟小面前就本性暴露了 尤其是两个人在齐宁那段时间 真可谓接吻亲到嘴软 更是经历了最甜蜜的圆房 龟小真的十分爱陆成 甚至为了和陆成在一起 他多年来都没有再找一个男朋友 两个人从学生时代就在一起 更是外人眼中最般配的一对 也正是当初龟小的赌气提出分手 才让这对情侣十年没有在一起 也正是这十年的时间 让两人都看清了内心中 最爱的依旧是对方 所以这一次他们爱得更加轰动 剧中在龟小和陆成从齐宁回来后 两人也是开启了正式的同居生活 陆成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不在家 所以每一次龟小都很珍惜 与陆成在一起的时光 甚至就连陆成洗澡这段时间也不放过 在小说中 两人洗澡过程中 陆成说龟小的胸便大了 好家伙陆成实在是太闷骚了 这种话是可以随便说的吗 也就是这句话龟小直接害羞了 但是没想到陆成的观察力太敏锐了 龟小身体发生这个变化 正是因为此时他已经怀孕了 这难道就是特警的敏锐观察力吗 好家伙陆成的观察力太敏锐了